为了协助小农在网络电商竞争中可以顺势而为 华联县政府农业处和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 吸手合作开设了有机小农电商培训课程 16号在省府大礼堂开办了实体研习 期盼让农友们可以突破传统销售困境 再创销售夹击 华联县府农业处为了帮助农友们拥有相关电商销售模式与技巧 特地举办有机小农电商培训课程 课程内容包含销售食物 摄影技巧 分析包装陈列 食品相关法规 行销文案案例分享等 期盼协助小农们在网络电商的竞争中顺势而为 我们期待让所有的农友能够透过网络的方法来做学习 那未来呢 这一些知识性的东西 我们也想在网络上有系统去透过整理 让所有的农友可以不定期的想要知道所有的知识 包含行销 种植 国际贸易都可以有一套完整的方法 那这一次不只是课程 我们也希望可以带着农友来做销售 所以我们举办了四场的媒合会 包含两场在花莲 两场在台北进行 那这个整个专案都是希望把花莲最好的农特产 不管是透过让小农有能力可以往上提升 另外一部分让小农有更多的销售的机会 可以开始跟厂商企业产生一个销售商的媒合 从直播销售 直播摄影 然后甚至到教你怎么样少量做包装 然后还有一些国际行销的支援 我们通通都有在这些课程里面录出 那希望他们都可以在这个疫情的时代 把这些农产品透过网络的方式销售到整个台湾 16日的实体课程 邀请到农粮署专员讲解农产的相关法规 也邀请到知名销售品牌 分享相关开店知识及海外销售技巧 期盼让花莲的农友们 不仅可以学习如何运用网络销售在地农产品 也学习如何将农产品运销海外 让更多人看见花莲农产的好食材好产品 记者长方言 花莲师报导